接下來的話呢,一樣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把這個做出來的結果 再做一個聚集 聚集的部分的話,其實這個比較 有點上個禮拜做過啦 所以我大概簡單的複習一下 也就是這個地方主要是 希望各位自己把它當成是個練習題啦 所以在雲安白板上面 我這邊好像也有講到說 這個請自行練習 然後呢,大家錄兩個 一個叫瓜鬍智串聚集 一個叫清除好了 那錄的方法很簡單,先彩排一下 彩排之後的話呢,再利用什麼? 錄製聚集 OK,就完成 所以我們先彩排 1,優標放在這邊 2,上面打勾 3,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然後OK之後的話呢 就是開始錄製了 所以我們就是先來 1,錄製聚集 然後名稱叫什麼? 叫瓜鬍 瓜鬍智串聚集 OK,像這樣 OK,確定 1,優標放這邊 B2 2,上面打勾 3,快點兩下 好了 停止 然後再來就清除 清除一樣嘛 優標放這邊 Ctrl-Shift 向下 按Delize 這樣就OK 主要關鍵是Ctrl-Shift 向下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錄製 然後叫清除好了 1,優標放B2 2,Ctrl-Shift 向下 3,Delize 好,錄完之後的話 停止錄製 然後我們就把它執行 執行的話就按一下聚集 這邊有個執行 有出來了 這邊有沒有清楚 有清楚了 然後再利用插入按鈕 拖拉一個按鈕 然後名稱叫 瓜鬍智串聚集 然後把這邊呢 就把它給貼上 然後 下一個按鈕 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不太會再拖拉一個 因為大小很難一樣 所以我的習慣是直接拿這個複製 點右鍵複製 然後在底下貼上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再重新指定新的聚集 這個指向 按右鍵指定聚集指向他 名稱的話呢 按右鍵複製 再重新把它改一下 這樣相對會比較快 而且比較整齊 好 那這樣我們直接輸出清除 這樣就有了 OK 最後當然 一樣 加上註解 註解的方法 你可以切到Video Basic 然後找到模組 這邊有個加號 然後把Module 1點兩下 有了 OK 然後呢 你們自己再加 這個跟上個禮拜一樣 1 郵標放在 這個後面自己打 1 郵標放在 B2儲存格 2的話呢 就是輸入公式 3 3的話呢 就是向下填滿 所以3 1 2 3 後面的字自己打 清除的話呢 就是 郵標放在 這個 一樣 所以這個 1 郵標放在 B2儲存格 然後Ctrl Shift 向下 所以這個是2 OK 然後3的話呢 就是把它按Delete的鍵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呢 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那個程式本來看不懂的 慢慢其實也會越來越能夠理解 到底錄製劇集裡面錄了什麼 將來如果你要改的話 也比較好動手 OK 所以這邊一樣 只要你有錄製劇集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Module 1 這個是 Excel裡面會自己幫你加的 OK 那如果說我要自己寫的話 那就回到剛剛一樣 如果要自己寫 不是這樣 VBA這邊 然後如果要自己寫 當然一樣 寫三個 一個是 輸出公式 一個是清除 一個是輸出結果 就剛剛才做的 OK 所以呢 如果要自己寫的話 一樣嘛 這邊按右鍵 插入模組 Module 2就出來了 那Module 2它會自動幫你打開了 所以裡面會空白 所以你假設關掉 Module 1又出來了 如果再關掉 就沒有了 OK 那如果你要開的話 Module 1點兩下 打開了 Module 2點兩下 那當然我們要做的是 總共有三個吧 一個是輸出公式 所以呢 第一個是叫Sub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瓜糊自串 瓜糊自串 公式好了 OK 然後 Enter 也就是說我今天希望把那個公式輸出過來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這裡 然後另外一個就清除了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把這段Sub 複製下來一個 就可以了 那一樣 我如果要輸出到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這個儲存格叫Sales 所以其實有固定的SOP Sales 第幾列呢第二列 第幾欄呢 B欄呢 B欄 然後裡面輸出什麼東西呢 等於 雙尼號 這樣子 那如果你清楚的話 其實這樣就這一串複製 貼到底下 這個就清楚 把它改成叫 直接叫清楚 好 所以喔 這邊按執行 它就清楚 那如果要把它輸出公式的話 就是把這一串公式 複製之後取消 複製 取消 再切到這邊把它貼上 但是貼上一樣的問題 裡面如果有雙尹號 要把它改成 兩個雙尹號 OK 所以總共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個 八個其實不多 不過啦 我建議各位 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附屬應用程式裡面的記事本 這個我蠻常用的 我習慣怎麼樣 把公式貼過來 再利用取代功能 把一個雙尹號 變成兩個雙尹號 再貼回去 這樣好處就是說 絕對不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像我之前 其實已經夠細心了 但是還是會出錯 為什麼?漏改 尤其是雙尹號特別多的時候 然後直接貼過來就可以 貼到這個雙尹號裡面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完成 第一個步驟了 就是輸出那個公式 不過輸出公式的話 你會發現 我是建議如果你輸出的話 假設輸出到B2 比較沒感覺 因為B2裡面 不管你有沒有丟公式 裡面都是空的 所以清楚我先清 這邊空的 丟公式 是有丟啦 不然你練習的時候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B3 因為比較會有執行的感覺 不然的話呢 假如說你這邊呢 不過這B3好像要改得蠻多的 OK算了 這個地方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再來寫一個回圈 就可以把這邊全部都執行 那請各位先練習 試做看看 聚集錄製比較簡單 這個聚集錄製其實 沒有太特別的 反正你就把步驟錄製下來 做成按鈕 OK 再來思考一下VBA 畫面再先還給各位 那請各位先練習過